前幾天文當回家的時候 他按了門鈴 然後我幫他開鎖 文當一打開門進來的時候 竟然有一隻超級無敵大的蟑螂 突然飛進我家 真是氣死我了 哈囉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じゃんです 常常都會有很多人問我說 在日本有什麼省錢的小秘訣 其實我自己偷偷私藏了很多個 今天就要來完全放開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今天的企劃就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三個 我在日本的省錢小絕招 那因為現在是一個數位科技的時代 所以其實我省錢啊 都是運用一些APP來省錢的 我先說這個完全沒有業配喔 真的是我從來日本快兩年 一直以來都在用的 自己的小秘訣 而且我覺得一定不會有人 有跟我一樣的秘訣 因為我那個時候 剛來的時候真的是一個窮到谷底的生活 所以我為了要省錢去搜尋了各種的 省錢方式 例如我在Google上面搜尋 省錢 日本 沒錢 日本 賺錢 日本 這種各式各樣的關鍵字去搜尋 省錢秘訣 首先是第一個 日本的減髮 燙髮 燙髮可能都要日幣兩萬啊 或是可能也要三萬一萬多了 就是對學生 或者是還沒有這麼有錢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負擔 我這兩年以來幾乎都是 完全免費的去減髮 燙髮 接睫毛 還有染髮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用一個APP叫做 Minimo 我用了Minimo這個APP 這個Minimo是什麼呢 其實日本有一個文化叫做 Salon Model 在一個設計師他要出道之前 需要花很多時間去修行的時候 你要給他練習減髮啊 那樣子的一個概念 不然就是 日本有一個網站叫做 Hot Beepa Beauty 很多人應該都是從那上面預約的啦 上面會有一些形象照 其實那些很多都是Salon Model去 給設計師減髮拍出來 那我用的這個APP它很方便的就是 以前的Salon Model都是在路上去找人的 欸就是你可以幫我 就是讓我來練習一下嘛 可是現在因為是科技比較進化的嘛 他們就是開發有這樣子的APP 那會有很多髮型在上面PO說 我想要正一個人讓我減髮 染髮 燙髮 那那個APP很方便的是 你可以選擇哪一個車站附近 還有價錢多少 我每次都會把它拉到那個無料 就是0元 0元 燙髮 染髮 減髮 然後還有接睫毛 我來日本兩年我每個月都會接一次 我到現在只有一次是花一千塊的 其他都是完全是不用錢 在日本一般接睫毛可能也都要 日元六七千差不多 不然也有一萬的啦 我用的這個方式啊 除了有一般給人家練習之外 我還有去拍一些照片 例如我現在的Youtuber的頭像 就是那個時候拍的 就是這張 其實我自己覺得超級不像我的 你們絕對不要後說 不要讓我再受傷了 那我利用這個APP啊 在日本讓我省下了蠻多的錢 而且 其實我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是 你可以去 跟更多的在日本人聊天 尤其是他們還在當學徒 他們會 比較年輕 比較願意跟你分享 就是 你聊的比較多 關於他們的學生時代啊 還是日本人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個APP呢 不但可以省錢 還可以做為一個 練習日文的工具 然後還可以去 多認識一點日本人 去更了解日本的在地文化 那當然啦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是形象的嘛 所以我都會挑一些評價比較好的 還有就是照片 形象感覺比較符合我自己喜歡的感覺去選 我自己目前是沒有踩過什麼雷啦 所以是還蠻推薦給大家 因為真的可以省下超多錢 而且你還可以隨時隨地都美美的帥帥的 那第二個省錢方式呢 是餐廳的APP 我們剛才講完了關於美之外 就來講一些關於食的部分 關於食的部分 日本有很多餐廳都會有APP 那APP最好的就是它裡面會有Coupon Coupon就是折價券 那光是我的手機裡面就放了很多 例如我的手機裡面 有一個資料夾 它叫做 食べ物 裡面有 麥當勞 マクドナルド 還有 玩龜製麵 花拿丸うどん 就是烏龍麵啦 然後還有就是 溫野菜啊 牛角 還有ローソン這種可以集點的 麥當勞它就是 每天都會有新的Coupon跑出來 然後花拿丸也是 有時候可以吃到免費的炸物 或者是 麵可以便宜一個50日元 我自己是覺得不無小補 然後除了就是APP之外呢 很多店家還會有自己的那個 Point Card 那這個一定要問 因為其實不只是吃的 光連 電器行啊 藥妝店 他們一定都會有Point Card Point Card 當然有分了很多種方式 最多的方式是 如果你購買了100日元的東西 可以擠一點 一點又可以擠一元 我自己就是超級歐巴桑心態 什麼都要擠 而且 因為文當它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我都會自己 再去幫文當辦一張 硬要塞它的錢包裡面 讓它去幾點 然後那個點都是我在用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 你們要去吃東西之前 一定都要找一下它有沒有APP 或者是問它們有沒有幾點卡 因為 真的差很多 第三個是 就是利用抽獎網站 抽獎網站 抽獎網站這個啊 我之前有分享過一次 在Facebook粉絲專頁 那時候我分享的是APP 可是他們APP後來刪掉 就沒有用了 那因為他們網頁版的還在 所以現在我是用網頁版在抽 那我之前有一次抽到 很幸運的是 一個禮拜就有五六箱東西寄到我家 我現在用的枕頭 其實就是抽獎抽中的 他之前生活有很多 衛生商的集中包啊 還有就是吃壽司的券啊 然後還有火腿啊 就是各種各樣的東西寄到我家 那個抽獎網站是這個 登登 分享的這個抽獎網站 它其實是沒有什麼限制的 只要你有Instagram帳號 或是Facebook帳號 這些就可以來抽獎 這家公司還有另外一個網站 是比較麻煩 因為 中獎率比較高 但是中獎率高 同時就要付出一些東西 例如說 你要去在你的SNS Instagram或Facebook上面去 寫你用了這個東西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 你吃了這個東西的感想 那其實我自己是很鼓勵 大家可以用這個 試用頻道上去寫一些心得的 因為可以試試看很多日本的各式各樣不同的產品 可能可以打開一個新世界 也說不定 好啦 那以上就是三個 我要分享給大家 在日本省錢的小步驟 是不是非常的新鮮 因為我自己覺得 應該沒有什麼人知道我這樣的小PayPal 其實我自己也很猶豫 要不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要是我分享的 我自己可能就湊不到了 但是呢 只要大家省錢省得開心 我就開心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麻煩你幫我按個讚 如果你希望我拍一些其他的主題 或是想要我拍什麼的話呢 也都歡迎你的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呢 都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鈴鐺接收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Looちゃ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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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 オススメの動画はこちらです みんな見てね